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我是高采薇 持續帶您來關心 烏爾戰爭的最新戰況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是已經來到了第16天 而俄軍是持續朝著 烏克蘭首都基輔前進 一名美國高級國防官員就透露 俄軍坦克車隊 是已經在基輔外圍的 霍斯托梅爾機場附近 推進了5公里 而最近的一條線呢 是距離基輔東部只有40公里 透過畫面我們是可以看到 士兵們是以步行的方式呢 和戰車一起穿越村莊 前方還有士兵開路 在草叢堆內小心警戒 而俄軍是朝著基輔步步逼近的 還有多架直升機在天空盤旋偵查 不過就在當地時間10號 基輔市已經有超過200多萬的民眾呢 成功撤離 相當於一半的市民 聲聲不行 宏觀視野 我是升宏 想要看體育新聞就趕快看華視新聞 趕快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